新聞介紹要來看市政交通部長 現今無人所大事 念家龍 政府民進黨提名 希望要來參選台北市長 之前接受第二季市新加義出政會 邀請南下英國 再接受媒體採訪時 他強調 不管最後提名 誰人 民進黨 當然都一定會團結 相對自己最近的民調 行政很多 媒體就特別來對問 他是不是政府自己的條件 會比衛星合理部長 談市長更好 念家龍對市民沒有正面回應 只說相信民進黨會提出最好的人選 念家龍接受各議市新加義出政會的邀請 以順遇台灣新環境作為主題 進行一點外景的演講 在會後接受媒體採訪 被問到政府民進黨提名 參選台北市長選舉的政黨 以共調 民進黨不管台北市長 提名誰人參選一定都會團結 民調也會越來越勝負 民進黨不管提名誰一定會團結 民調一定會大幅的成長 這一點我非常有信心 我一再的表示 我參與能夠推出未來台北市長的人選 是秉持成功 不必在我 成功一定有我 黨有一個徵召的提名機制 現在也在進行當中 我相信一旦完成了提名 民進黨的支持度還會大幅的上揚 來迎回24年已經沒有執政的台北市長 然後用首都圈區域發展來帶動台灣的發展 每天前一步對問林家龍 是不是任委自己本身的條件 比衛生法律部長 但市長更好 林家龍並沒有真面對他們 他只說民主參選人都有自己的優點 可能也有個別的審査 現在隨著疫情相對穩定 應該很快就可以完成提名作業 所以不管是提名誰 我相信只要團結 那就能夠感動人民來慎選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 可能有個別的限制 所以是為什麼要有政黨能夠來分工合作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這幾天 民進黨已經有陸續提名好幾個縣市長的參選人 那最後的階段也在進行當中 我們會全力來參與來推出最好的人選 哪時候可以出來 現在隨著疫情已經也相對比較穩定 就陸續展開 我相信應該很快就會進入到雙北 這個提名的階段 江義市議員先江義出政會創會 理事長創本協議說 他在今年四月份的提出要請 他認為林家龍做過台中市長 交通部長 念來表現真好 市長生態的好人材 但市長也很優秀 但是在生氣的時候 林家龍應該比較熟練 所以他看好林家龍選台北市長 中間有機會 代表民進黨來拍攝選擇 細心新聞 剛才順順王秀山 江義智 蔡宏佛道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